你猜到吧 你猜到这个形状是没有问题 哇 天 诶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海螺 那现在呢是日本时间10点半 最近呢我又购入了一件古着 那是来自日本的品牌Nonative的这件夹克 Nonative这个日本的品牌呢 对于国内大家来说可能会些许陌生一点 那我记得最近小屁孩的一期视频 是有提到Nonative的一个联名写款吧 今年我们有双冠军 一双Combus还有New Balance 会成为双冠军的是因为他们跟同一个品牌联名 也就是Nonative Nonative呢是来自日本的一个服饰品牌 他们的东西是比较偏向简单利落 是我自己会穿的那一种 那今天这支视频呢我会分享一下 关于这件Nonative的古着夹克的一些小插曲 那首先这件夹克的一个新品的价位 大概是在5万日元 也就是3000人民币左右 那古着店它的一个吊牌的价呢 一直都是1200人民币左右 那虽然我是挺喜欢这件衣服 但是迫于这个价格 我是一直没有敢去下手去购买啊 直到最近呢 它突然来了一次大降价 我不知道打了几折 反正人民币300就能买到了 到手之后呢我发现它有两个 一个吧 就是我不是很能接受的瑕疵 就是它在肩膀这两侧有明显的 我不知道是褪色还是说别的衣服蹭上去的颜色 反正就是这两侧有明显的棕黄色的擦痕 那说实话这件古着夹克 除了这两侧擦痕之外呢 基本上都保存的挺完好的 整个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感觉呢 也是我比较中意的 尺码呢也是刚刚好 就唯独这两侧擦痕 让我心里很不适滋味啊 虽然只花了300块钱就买到了 呃 于是乎呢我又联系到了上期视频的裁缝小哥 关键是这边关键还有褶的 因为这边只是褶进去 对的 褶进去的 但你裁的话 你裁成这个形状是没有褶的 放下一下 因为他这边没有那个幽阔的 有那个幽阔的还可以 但是没有幽阔 他本来就没有这个皮皮开的 啊 这好烦啊 这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染还快一点 可能就是染出一个随机性 失败了 那就他妈的就没了 那今天还染不了了 还要买黑色的染料了 你是准备染全黑 又不染别的颜色 那他这个就是黑 灰呀 深灰色的嘛 我肯定要染他原来的颜色 你可以往往看一下人家扎染的那个 视频 你可以看出来人家染的效果 就虽然也很高 但是你燃料挤得多一点 也会深一点 然后没挤到地方就摘 但是就原本的颜色 那大布丁型不同 我军采取裁缝小哥的提案 就是给整件衣服染色 那染色的话就有一个弊端 就是你会破坏他衣服本身的那种 独特的着色的质感 vintage的质感 但是想了一想 比起什么都不做 留两滩痕迹 还不如就是拼一拼啊 染色一下 看看最后出来的感觉会怎么样 那我这次呢就去 亚马逊 非常便宜啊 大概60人民币左右吧 买了一个黑色的染色剂和固色剂 然后等会我们就去裁缝小哥家里 把那件 non-native的夹克染一下 现在出发 染色染色 你有没有觉得 今天 应该说今年啊 今年的冬天特别的冷 我感觉比前两年冷 但是我刚刚在车站 就是我 我来找你的路上那个车站的人嘛 看到两个 我不知道是尼泊尔还是斯里兰卡的那种黑人嘛 那两个人就穿的短裤 然后上半身就是那种 夏天海边的那种的 那种薄的那种防晒服 你知道吧 两个人啊 习比亚动一圈 两个人穿的这样子背了个包 然后直接跑车站里面 我看他要出去了 我看 吓死了 不敢想象 习比亚看到我穿那个拖鞋的腕子 我搞不懂了 他们这个 是和我在一个季节的 你比较厚吧 现在我们的裁缝小哥在研究 那个染色剂要怎么去用 然后 这边还有个固色剂是染完之后再夹进去的 然后刚刚去百年店买了 这个橡胶手套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就等到我开始染了 准备工作 首先 80度的热水 然后把这个 染色剂全部倒进去 它是要先溶解一下 融化一下是吧 对的 像这么一小包嘛 5.8克 它上面写是可以染 两件T恤的量 那么我们染一件这个薄的夹克 我觉得应该是够了 你当心啊 我感觉 你倒下来完了呀 倒下来洗厕所呀 倒下来直接完了呀 然后固色剂是 固色剂应该是最后吧 就是 就是 然后冲掉之后再 然后我们还需要加一点盐 就是这盐是什么什么一个 timing去加进去的 等等水装完之后一起加进去搅拌 然后最后再加衣服 OK 大致的流程应该就是这样 现在就清水把它给充干净 冲到它这个水没有颜色起 差不多了 对的 然后最后我拿回去 在洗衣机里滚两边 然后晒干 染色的这个整个一个工序 就大功高 关键是干了之后的一个效果 非常期待 好嘞 哎 你整衣服我现在把它拿回家去 再加点洗衣液洗一下 因为它这个味道还是挺厉害的 对吧 有染汁的一股化化学的对药水的味道 啊根本无洗饱了 谢谢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 拜拜 回去赶紧把它洗一下 说真的我感觉最近 东京这边天气真的挺冷的 虽然天气预报前是只有7度啊 但是 我感觉真是比前两年都要冷 不知道在东京的小伙伴 有没有同感 同感的扣一扣一扣一 事不宜迟就让我们完成一下 最后的一个洗涤的工序 然后我们只要把这件衣服晒干就可以了 就是刚刚在裁缝小哥家里洗的时候 已经感觉其实洗的已经挺清了这个水 但是保鲜池剑呢 还是再滚一遍洗衣机 然后 加一点洗衣 主要是去一下它这个化学物品的这个味道 期待这一次的作品 今天是12月25号圣诞节 祝大家圣诞快乐 虽然我知道你们看到这视频的时候 圣诞节早就已经结束了 但是就还是表达一下我的心意 好吧 那海洛我呢今天也是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圣诞礼物 诶就是这个 呃今天我去六本木的capital买的一条围巾 冲棉的围巾 那正好是弥补一下上一期 郁寒潮流小屋的视频也没有围巾的这么一个遗憾 这个呢不是这一次的新款了 是应该是今年的春夏款 嗯 但是郁寒性呢还是ok的 因为它里面是冲棉的 那也算是比较有性价别的选择吧 原价是人民币600 600 这样把这个穿过去就可以 然后它是有一个类似于刺子的一个印花 它不是真的刺子 就是个印花 然后 当然是还挺难乎的 然后我觉得在冬季做一些搭配也是挺适合的一件单品 600 接下来呢带大家去看一下上一次染的衣服 现在究竟晒干之后成什么样一个情况 然后今天呢再稍微做一下一个小小的一个remake 一个修改吧 嗯 Let's go 哇我的天 太帅了吧 瞬间感觉就是变成了一件新的衣服 颜色非常的均匀的黑色 虽然多少少了一点vintage那种感觉 但是 随着我之后穿着的次数的增加 使用的时间的增加 它还是会有一些细节方面 还是会渐渐落色的 嗯怎么说呢 又有一种从零开始自己培养的感觉 关键是这边就是之前 这个尖这边的这个颜色啊 完全被盖住了 现在就是一件黑色的夹克 事不宜吃赶紧去裁缝小哥家里去把这件衣服做最后的一个完工工序 你要做什么 要怎么做 就很简单在这边 这边就是贴一块 到哪里 就是它这边有一条线嘛 就这里有一条 有一条缝线嘛 就这边延伸出去正好有一个就形成一个像三角形一样的 在这边贴上去就可以了 听到这边说的啊 对的就沿着这条线 对的对的 然后我想的话就是这条边啊 这条边不要超过这个 什么意思 不超过这条红线啊 对的就在红线这里可以了 那这边留一条黑的就是 对的 可以的呀 此时此刻的我呢 正在剪辑这次的视频 但是说实话 我真的想要时光倒流再次回到现在 视频里的这个时间点 因为我对我这一次的一个完成的作品 其实不是特别的满意 大概十分的话我只能给到一个 六分左右吧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话舌添足了 如果各位做好了准备的话可以接着往下看下去 当然那我希望大家还是给我点鼓励好吗 哪怕你心里觉得可能比较一般 也希望大家可以抠一个好看两个字 抠在公屏上 有了大家的这个鼓励嘛 我才能够有动力去做更加有意思的 起司乱想的remake 好吧 那就这样 我们接着往下看 打过板了不可能错了 哎呦很自信的 完了等会我们先把它放在衣服上看一下 万一 万一不够了 哈哈哈 可以的正好 对啊 坐进去的话 正好 可以可以可以 专业专业 把专业打在公屏上 真的 这什么车的声音啊 废品回收那个我还是这样听到的 回收 冰箱 哎 就是回收 你听他讲 好像是的 离赛 啊 这次我们的曾师傅为了展现他的专业啊 每一步都精益求精啊 是要做到最完美 嗯 太严谨了 Vswim的2021年春夏款 新品泄露 中春世纪是从我们这边打板的 很硬啊 嗯 这个料子我感觉还不算很厚哎 厚的啊 这个已经算厚的 那卡哈的那个夹克 岂不是真的搓不进去的 人家有专门机器的 我们这种小手法 哦 但是有一说一啊 卡哈的那个丹宁布 真的是 厚实 就是很保暖的 我感觉 穿不烂点 那个东西 我那件夹克 是1980年产的呀 到现在 连洞都没有了 这一次的古着我原本只想染个色来盖住原来的瑕疵部分 但是后来又觉得太单调 于是乎在夹克翻领处添加了波点图案 成品上升后发现波点存在感太强 多少提升了夹克搭配的难度 做内搭的时候倒还有着不错的效果 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呢 老规矩 喜欢的朋友扣一波一让我看一下 顺便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点个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